5.1 中国的对外贸易现状 中国政府近年来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 真的是让中国和世界的经济都受益很多啊。 是啊,其实不光是对外开放改革, 对内改革的政策也同时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这两个政策在中国是同时进行的。 它们作为中国步入市场经济的两大重要决策, 不仅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而且启动了中国参与国际资本市场和商品贸易市场一体化的进程。 创造国家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对,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外贸体制改革取得了惊人的发展, 外汇收支明显改善, 对外贸易效益不断提高, 为出口创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对外贸易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呢? 随着中国与国际间的贸易量迅速增加, 中国政府逐步优化了进出口商品的结构, 同时,所采取的贸易方式和所涉及的贸易市场也趋向多元化。 我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据我所知, 中国制成品的出口已经超过了初级产品的出口, 而且,近年来, 中国的出口结构也由原来的农业和资源密集型 转向了劳动和资本密集型。 没错, 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 希望在出口贸易方面 同中国的企业进行合作。 那么, 中国的对外贸易形势 现在都有哪些呢? 中国现在不仅开展了县汇贸易、 转口贸易, 而且还正在大力发展期货贸易、 易货贸易和补偿贸易等。 对外贸易的方式灵活多样, 这些贸易形势使得中国企业与外国公司的商业合作更具灵活性。 真高兴看到中国已经迅速成为世界上的贸易大国。 中国的对外贸易量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而且中国的外贸市场越拓越宽。 目前, 中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良好的贸易关系, 形成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格局。